在九島山上玩一間大平塵 遠離市區明日九島山會不會是你的選擇 按來看這間就是1,213呎的四房兩套 有少少月光位 轉過來就有一個蝦仙衣 也很機利 還有一個浸液區 其實應該改落浴 但它的配置很齊 再推前來 就是一個長型的客飯廳 是一個直廳的設計 房間是1,213呎 外連一個大露台 露台這邊 用不著我門 拉出去 你會聽到一些樹聲 海聲 當然有一點車聲 又看到一個藍天白雲 非常之舒服 露台就讓你享受生活型 你可以放在塔基椅 躺在這裡看著 敬觀 而且風也挺大 漂亮 然後下面你會看到自己的泳池 那邊就是洪橋小竹 這邊就是晉伯山莊 然後再那邊就是沙田的海月酒店 再過去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你有沒有看到那招牌 然後這邊就是沙田的海 沙田的海對出就應該是吐露港 而下面這條路就是麗平路 基本上日常出入都靠這條路 客廳的長度就是6.3米 闊度就是3.6米 擺位就很中毒 廳的這邊還有一間睡房 都是一線大的落地玻璃車 看出去跟廳的景觀一樣 這間就用套房 給客人用就有點浪費 因為這間是用南浴的 就比較適合老人家用 給爸爸媽媽住這麼漂亮的景觀 是一個口心來的 向這邊走走一個長型的廚房 設置了一個L型的廚櫃 桌面也很夠 用起來就很舒爽 然後下面就是酒櫃 上面還有一些蒸焗爐 家電全部都是飄飄的 廚房的利用率都拉滿了 轉個身材可以用到 所以相當方便 它是用完環石鋪齊 所以看上去就很酷 上面還有一些儲物櫃 然後這裡有大櫃 看出去就有全生鏡 是隔壁的渠位 不太喜歡 然後這邊就是工人房 還有工人浴室 還有沒有櫃 其他倒極 絕對是一個豪宅的級數 這邊就是一個走廊位 可以放一個櫃 然後轉進來就是 兩間睡房 都很方正 最主要看回九套山那邊 山上就是另外那些豪宅 那些屋子最起碼是六七千 甚至過億都有的 最後就進來就是主人房 很闊 還有一個轉個玻璃 這邊景觀就相當完美 你擺位都很鬆動 譬如把床在這邊做排衣 最主要空間夠大 你擺位都可以 我們看看主人浴室 都是豪宅看不看 雙星盤的配置 座廁 浴缸 這邊還有一個棋缸 全部都是雲石面 最重要是有窗 這間店真的給我有點驚喜 它真的做到一個豪宅的質素 的交流標準 而且景觀真的漂亮 其實它都是一條沙路 大概是十多分鐘 一個有門就可以下山 設這些山景豪宅 又赤膠夠便宜 你會不會伸到 直接揣完了